台灣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6月1日指出 中共國台辦要求綠營放棄政治承建 施打中國疫苗 很多人見縫插針 其實背後都是政治 謝金河6月1日在Facebook上發文表示 今早起床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好幾個深藍統派的群組 他們將他拿高端股價大賬 輝瑞股價武漿套上一個結論 綠營的朋友謀財又害命 他們為了自己和金主投的國產疫苗 阻擋大家急需要的歐美大陸國際認證有效的疫苗 他說這段文字 在先前他在口罩國家隊到疫苗國家隊的文章中 他對這次疫情出現破口 國產疫苗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憂慮 過去這10年來 他對新技股資訊不對稱的胡亂抄作 一直都心痛惡絕 從基亞到毫頂 到去年的天國一輝 他都好不以為言 這次高端在國產疫苗底定之前 股價急劇炒高 他覺得很不妥 恐怕會有政治後助力 我當然知道 Moderna和Beyondtech股價大賬 謝金河表示 他為什麼只拿輝瑞來講 只是要說明 生產幾億劑疫苗的輝瑞股價民風不動 高端疫苗尚未明朗 股價炒太高 恐怕會引發政治後助力 他這個提醒是用心良苦 沒想到卻成為不同政黨政治勢力 拿來攻擊政府的工具 這個他不能不說清楚 謝金河說 另一個原因是 他對高端的國產疫苗充滿期待 這是台灣新技產業十多年末一劍的重要代表作 蔡英文總統及陳建仁副總統都對國產疫苗充滿期待 蔡總統就等著打國產疫苗 謝金河說 他曾努力詢問過陳燦堅博士 他說高端與莫丹娜是出同門 他說高端的疫苗不會丟架 大家都知道高端疫苗的前身叫基亞疫苗 金周刊在2014年有深入報道 基亞解盲沒有成功 股價從486元跌到19G停板 那時他身邊的朋友 個個都對基亞如痴如罪 只是他一直潑冷水 他還因此被基亞董事長張世忠告上法庭 謝金河表示 有很長時間他對高端印象都不太好 到了去年參訪高端的工廠 跟陳博士深入交流 印象才改變 這個時候不要因為政治的目的 完全污名化高端疫苗 台灣國產疫苗如果能夠站起來 台灣的新技產業才有蠟燭之地 謝金河說 這兩天我看國台辦 速度召開記者會 要求錄影放棄政治成建 施打中國疫苗 很多人見逢插針 四處喜武 其實背後都是政治 5月26日 謝金河在Facebook上指出 台灣疫情失控的關鍵時刻 卻看到不同陣型的政治人物動不動就把 放創意願封城掛在嘴上 再將先前不斷鼓吹施打中國疫苗的政治人物一致排開 其實中共透過第五中隊指揮台灣已經很久了 他強調台灣還需要進一步查冊網絡謠言的源頭 從正視聽開始 令民眾知道誰是中共潛伏在台灣的同路人 5月15日台灣進入三級境界 謝金河說 他很多朋友都說股市一定崩盤 其實台灣最沉重的一天是5月12日 那天台股盤中一度大跌1417點 為了幫大家打氣 他提醒大家不要看到黑影就開槍 到今天6月1日為止 台股又回到17000點 不理風浪有多大 記得台灣永遠是我們的家